好,逢星期三晚的夜晚曬点,我们的Angry Bud又见面了,好,很久没有握个手,这个Welcome Center Immigration Service经理,Alfred来到我的好朋友。 这个星期里面其实有几个讨论,希望今晚做到之后,可能家长会有机会跟你那些年轻人多点沟通,因为我觉得几件事是需要沟通, 先说这件事,这件事之前没有跟你谈论过,刚刚on the way的时候,挺新的一个新闻,就是宾顿市Brampton那边,有一间中学,已经不是小的了,一间中学里面,在这半年里面,短短的半年里面,不是一个学生自杀,不是两个学生自杀,是三个学生自杀。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懂怎样说,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想,第一,为什么这么久才知道呢?应该第一单,没有讲过出来,第二单没有,第一来,三个,在这半年短短里面, 你听到这个消息,或者刚刚跟你分享之前,你有什么想法? 很震惊,我可以想尽到一间学校半年里面发生三次,那个震撼程度有多大,如果作为老师,或者是校方的人,我都很难想尽你能够如何去面对。 而且我现在开始觉得,这些学校里面,我觉得一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件事是这样的时候,那班学生的震动,在学校里面启动了什么可以让他们说。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说,如果有些同学是你很亲爱的,死了的话,通常有些叫做counseling, grieving counseling,就是你受伤心的人去那里。 但某程度上,那种好像逼了他们来说话,就是如果他们不想说,他们在心里面,可能他们是best friend, 你叫他们说话,他们怎样说话呢?但不说话,会不会他们好像没有渠道呢? 但家长又怎样去评估这些呢?我们开始在这一代,我觉得在生里面,要留意我们的学生, 首先不要说在生那些,死了那些怎样发生呢?死了一个无几意外,第二个接着是同一个学校,是不是那些家长都应该要留意到呢? 学校有没有通知那些家长呢? 我想可能作为家长,他们会,如果我很不幸是其中一个家长,死了我第三个的话, 那我可能第一个,除了伤心之外当然,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 校方经过两次在半年里面,究竟有没有做足够的, 不要说预防措施,或者是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应对方法, 本年三次,是不是? 如果你是那间学校的家长,你听到这样的时候, 当你现在的小朋友很小, 真的刚刚在那间学校, 你听到,现在你知道是那间学校的, 你会怎样跟人家小朋友,会不会不同了? 我想,如果我作为家长的话,我一定会,可能向校方表透, 甚至是施压,我觉得一定要多方面的渠道去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家长需要一些心理学的教导, 我觉得校方应该请一些心理专家来, 就是跟家长有个对话, 就是你家里面有什么事情要留意, 有什么要看, 学生方面,我觉得, 有时候逼他讲话未必是最好, 但是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论坛, forum, 可以让他有机会去表达内心, 知道他们大概在想什么? 就是,我觉得, 这些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想想,如果做生为一个家长, 最伤心就是中学的儿子, 就是任何小朋友死了, 比如你看到旅行的人, 去完旅行车,意外又死了, 最伤心就是这一刻, 而我们如果不知道, 可能随时是你的儿子, 你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儿子有问题, 我的儿子有自杀机会, 你谁会这样说呢? 但是你如果不这样说, 会不会你的儿子就是下一个自杀的人呢? 我听到这件事, 我有点想起富士康, 大家可能没有想, 这间中学有没有问题呢? 是吧? 这个或然, 可能是难过你中这六合彩, 因为根据一些案例来说, 你一宗人自杀, 即是一个意外, 但问题是三宗半年, 是什么来的呢? 我觉得这间学校, 还有里面那件事, 因为很多人说, 最好不要说出来, 因为很多学生经访下copycat, 但你觉得要不要说呢? 我觉得要说, 没错, 说出来, 可能有这个反效果, 有这个copycat, 但是我觉得, 一个人自杀, 可能见到人自杀,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推动, 但我不会因为, 无情情见到人自杀, 我会想他自杀, 所以, 是一定有一个很根深体谱的原因, 我自己是, 听你说这些消息, 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 自杀, 其实就是, 绝望最终极的表达, 我完全没有希望, 死是一个出路, 我才去自杀, 所以我觉得, 这个学校有三个, 在部门里面, 应该最开心, 都发现一个绝望终极的选择, 他选择这个, 又不同的家长说, 又不同的朋友说, 而且人死了, 他应该觉得有个解决方法, 所以, 我觉得是, 特别是在中学, 一班年轻人当中发生, 我觉得是很严重的事, 因为, 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 会对未来, 他没有希望到这个程度, 是, 半年之内, 一间学校里面, 三位的年轻人, 选择行这条路, 我觉得是, 要研究, 要讲, 要讲多一点, 我觉得, 反而这件事, 是要成为一个很大的讨论, 因为, 我觉得, 大部分现在, 所谓的家长, 尤其是, 这边有文化的差异, 大家很少跟自己的子女聊天, 他们自己拿着iPhone, 然后, 晚上自己开车, 尤其中学, 就快他们开车, 你就会愣是民主, 说可以了, 让他们自由, 做自己的朋友, 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 我女儿就来十八岁了, 但是, 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会不会知道, 你女儿有没有情绪的平衡呢? 还是, 我们以为, 比她独立呢? 很难支持平衡, 你知道吗? 如果我作为父母的话, 我想每个父母都知道自己, 有些事情是做得不足, 或者做不足, 但是, 我们也有一个希望, 就是, 我做不到的, 希望在教育制度里面, 可以帮到手, 所以, 如果在一间学校里面, 发生三次这件事, 而不说的时候, 对班联青人有个反效果的影响, 校方因为要, 保住自己的面子, 或者一些官方的原因, 就宁愿不见对这些事情, 所以, 我们的朋友的死是, 是没有意思的, 反而会带出这些反效果, 所以, 希望大家会和自己的子女更多沟通, 刚才听到一个, 就是导演讲笑的, 他说, 会不会是那些鬼来找替身, 你知我们小时候最初, 我听到有点脆脏的感觉, 怎么去回应呢? 好像又轻松了一点, 他又真是, 但也是一件很值得关注的事, 这样令到我, 其实没有那么低沉的, 因为你也不需要这样, 另外, 这件事, 属于社会的风气, 我们经常听, 哇, 现在真是西风日下, 香港人最喜欢听这句, 是西风日下, 什么环境, 通常是referred, 一些陷阱濕濕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懂怎样反应, 因为, 好像似乎有理, 他们有理据才这样做, 就算你说不让他, 甚至会被人轟, 涉及到别人自己有权做自己的事, 就在这个安省的最高法院, 推翻了一个之前说, 不可以开妓院合法化的那条条例, 而且五个法官, 同时间觉得, 是有权开妓院的, 只不过有三个condition, 第一, 他们就不可以, 包括可以不可以说, 在一届上面, 就是兜客, 第二, 就不可以去找那些叫做, 其他那些, 你看报纸, 我不是很素音, 我都不被光顾过,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华人是一个叫做Taboo, 就是禁忌, 不要说这些, 但会怎样说, 但似乎迫到加拿大, 这件事, 原来是加拿大, 跟我听到, 不止一半一半, 是那些人说, 那些人做生意, 他说的论点是很对的, 他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地方里面, 就是做生意, 你不用在街上, 你不用被人一些变态杀手, 又不用被黑社会控制, 那他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呢? 你又又怎么看呢? 不是说我们是一个道德赞成, 但是你觉得这件事, 判得对不对呢? 我觉得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朋友的看法, 就是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看, 意思就是说, 创技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古老的一个行业, 所以永远都会存在的, 既然它会存在, 那你就不如做出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让它安全地存在, 就不要说要它灭绝, 因为它灭绝不了, 这是从一个现实角度去看, 但是我觉得, 在深一层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牵涉到一种, 在社会里面, 我们的文化当中, 对人的尊严的看法的问题, 即是如果政府, 创造出一个环境, 合法化这件事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当初有个信息, 就是说, 人的尊严牌可以有一个价钱牌, 即是这件事是OK的, 我觉得, 即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一个现实的问题。 你觉得, 首先, 人的尊严, 你觉得是如何定义尊严呢? 我想了解一下, 你如何看尊严呢? 有些人说, 我上班, 我们将extreme case推远一点, 没有啊, 我放下了尊严的了, 其实很多人上班, 其实都放下了尊严, 你不是做你喜欢的工作, 你又不是那些artist, 又不是什么, 哎, 甚至有些人说, 其实, 俗一点那句, 我都回去, 好像比老西林一样, 是吧, 你听到不少了, 这些, 簡直比自己是一个妓女一样, 是的, 是的, 即是, 尊严是什么呢? 我想, 当然, 你说要画一条很黑白的界线, 去定出, 这些尊严就是困难, 但我想, 在我们自己的, 即是, 北京的想法当中, 当我们听到, 譬如, 倡计这件事的时候, 都会很容易想到, 即是, 你用, 拿了钱出来, 去买一个人的身体, 去满足自己的需要, 即是, 那, 这种买卖, 好像就是将一个人, 贬低了, 甚至是, 能够把一个价钱在那里, 那, 是否我们在社会上, 想鼓吹的一个想法呢? 又可以, 又调回来问你, 没有朋友, 一天, Alfred, 做工做得很好, 但有一天, 突然有个梦想, 就想开一档生意, 做一个开糖水的, 但是呢, 不行, 你开糖水, 我就觉得, 不让你开, 那你觉得, 我没有伤害到你的尊严? 是, 即是, 我想他现在的, 那个拗法, 他将那样东西, 是比喻了所有, 因为我知道, 我们传统里面, 围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说, 当然, 做枪技, 有哪个人想, 拋个身子出来, 做这件事, 以前的语言场片里面, 通常都是家徒, 迫迫下来做这件事, 现在反过来, 他们说, 有些人是我想做这个生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问题是, 我们刚才说到尊严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不让人做一件, 他觉得, 不过在这个case里面, 叫做妓丸这件事呢? 是理不理了别人的尊严呢? 我想, 如果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 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的朋友, 我相信可能当中, 没有不选择, 唯一只能够这样做的人, 其实是, 可能会占大多数, 在环境迫成他这样, 不是很多选择, 我偏偏喜欢做这件事, 可能那些比较少,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政府的角度, 应该去设办法, 去保护这些人, 或者,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让这些朋友, 有其他的选择, 职业部分也好, 怎么样也好, 让他们, 起碼不会去到一个地步, 觉得, 我除了去卖自己之外, 我没有其他选择, 好, 奇怪的是, 法庭是一至五个法官都认为, 不是的, 是应该给他们这件事, 到底为什么会他们一致认为呢, 我们休息一会回来, 再和大家聊, 我都觉得, 刚才你觉得很合理, 我应该再培训, 给他一个机会做另一件事, 似乎, 各样都不是, 他也是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 除非我们不正常, 他们五个法官, 我们是否很不正常呢, 我们休息回来, 再谈谈这个, 到底法官为何会一致, 是被这个决定的呢, 谢谢大家